马桶大翻车 这个马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底下不平 刚开始我以为这是蜡圈的问题 然后我现在没有个蜡圈 就这样 没办法 只能现在去换去 这个少有的质量问题 这个case是在Downtown 这里有一个旧马桶 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用了 里面都是干了 毛病挺多的 很老的马桶 都没有水了 都干的 然后新的马桶已经买到位 在这里 OK 刚才这个活动的马桶呢 我退掉了 是刚才买的这个 帮客人想省十块钱 然后呢 出现了问题 我还是选择这个吧 比较靠谱 所以呢 提醒大家这个呢 可能 我不是特别喜欢 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找一下这个号 号在哪 这 我呢 个人认为呢 这个呢 我比较喜欢 找一下号 228块钱的这个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就这样啊 这个马桶呢 就到位了 第二次 然后今天这个第一个马桶呢 翻车了 所以没办法 倒来倒去 这时间都用在这 这块了 呃 赶上了 这也没办法 这是第二个 是不同款的 然后编号是这个 我比较喜欢这种的 就这样 OK 现在这个马桶呢 装好了 看一看稳不稳 这多稳 刚才那个是质量问题 唯一碰到这么一次 很周遮 又得去退 又得去买 换一个就是 现在呢 OK了 冲一次 这多好 就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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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